那在夏威夷呢,他們有一個這樣子的故事 那這個故事呢是來自於他們如何第一個用所謂的這個阿苦 阿苦漁鉤來補鑑魚 那這個阿苦呢,阿苦是他們當地的一個詞 指的就是鑑魚,鑑魚就是做菜魚片的那個鑑魚 他們鑑魚很大致,那在這個他們古時候呢 跟我們現在以前沒有什麼脫網 也沒有什麼那種很進步的船隻,他們都是花獨木舟 然後用人力的方式去把鑑魚釣到他們的獨木舟裡面來 那這個呢就是所謂的第一個使用阿苦漁鉤來進行這個鑑魚海釣的人的故事 其實啊,這故事啊,並不是我自己講的 這故事啊,是我從我的父親的父親那兒聽到的 我的父親的父親啊,他呢,也是從他的父親的父親那兒聽到了這麼一個故事 是說啊,就是有一個男人叫做凱哈 這凱哈呢,他呀,跟他年老的父親呢,生活在一起 他年老的父親呢,一直能夠用一個非常特殊的方法到監魚 可是這方法啊,凱哈一直都學不太會 後來他的父親已經年老了 差不多也到了壽終正起的時候 於是呢,這個凱哈,他呢,都在這個病榻的旁邊呢,招呼著他的父親 他的父親就說,凱哈,到我死了之後 你啊,就要把我的骨頭一一地丟到海水裡面去 你把我的骨頭全都丟到海水裡面去之後 他們就會還給你一個禮物 請務必把我的骨頭丟,丟到海裡面去吧 誒,說完呢,他的父親呢,就過世了 凱哈,他一邊痛哭著 一邊呢,就處理他父親的屍體 並且把他父親的骨頭丟到了海水裡面去 丟到了海裡面去之後 誒,說也奇怪 丟進去一根,一根就跑掉了 丟進去第二根,第二根就跑掉了 第三根,第四根,到了所有的骨頭丟下去的時候 所有的骨頭,不一會兒就全部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則是在他丟下去的地方 他撿到了一個非常特殊的貝殼 這貝殼看起來,據說啊,是一個珠母貝 不過呢,這珠母貝呢,只剩殼了 他呢,把這兩片的殼呢,掰了下來 一片的殼啊,放到了海水裡面去 一半的殼啊,他呢,就去做了雕殼 做了雕掃,就掃出了一根魚溝 這個魚溝啊,當時開啊,就叫他阿苦魚溝 他呢,就想,這一定是他的父親所謂的 把骨頭全部丟到海裡面去之後 拿來給我的一個禮 於是啊,他就拿著這魚溝啊,就準備下船 然後呢,慢慢的把這船推到海裡面去 準備要讓這魚溝呢,去釣尖魚 不過呢,開海呢,他釣尖魚呢,這一個技術 還不是很夠,因此啊,他划著槳 拿著這魚溝呢,一路划到了這 這個尖魚出現的地方的時候啊 他正準備啊,才要跟,用這個釣溝啊 去跟尖魚呢,去做活動 不料啊,第一隻呢,去咬中這個釣溝的魚啊 他啊,哎呀,力量可大了 啊,這獨木舟上呢,你看一下 他不斷的呢,去拉動他的釣竿啊 他的繩子也綁得特別的緊 可是那尖魚啊,他一掙扎呢 就連著釣溝和釣線啊,就扯斷了 一扯斷的釣線,這尖魚呢 就把他的釣溝吞下肚去 然後呢,流遠去 哎呀,這下子可不得了啊 因為,卡耶哈他呢,他遺失了 他父親留給他的那重要的釣溝 他到處找 他當時啊,卡耶哈 他呢,住的地方是柯達高 他呢,往北一直找一直找 直到找到了歐湖島附近 在那歐湖島附近啊,也有一個很大的村落 那大的村落裡邊呢,就有這麼一個村長 他就是主持歐湖島所有的漁夫捕魚的時候的活動 於是呢,這漁夫啊,他呢,看到了這個卡耶哈 然後呢,一個人呢,從遠處滑了船過來 他看見卡耶哈他的身形 看見他的臉孔 他就認為這個人勢必也是一個漁夫 所以呢,他呢,就很慎重地招待了他 卡耶哈到了這個家長的家裡邊 他發現,這個漁村啊,本身就是在捕尖的地方 所以呢,他呀,就立刻就是詢問了這個當地的主人 就說了,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一個用豬母背的貝殼 這個雕城的漁鉤啊 但是,這個家長,他好像沒有什麼印象 他去問了他的兒子,卡耶貴 卡耶貴,他也沒有什麼印象 卡耶貴啊,他呢,就把他的父親的吊鉤的碗拿來了 去給卡耶哈看 卡耶貴一個一個看,一個一個看 他們有些是雪白的漁鉤,有些是烏黑的漁鉤 但沒有一個是像他那樣用豬母背著貝殼叼成的彩色的漁鉤 不過,無論如何,卡耶貴,他因為原本在柯納島 已經沒有人與他一同生活 所以,他後來呢,就與當地的家長,他的女兒結了婚 在那兒生活了一段時間 等到卡耶貴長得夠大的時候 然後,有一次啊,家裡的家長就說 欸,快哈,現在又到了捕尖魚的季節了 這一次呢,畢竟你是我女兒的丈夫 所以呢,我命你為這一次捕尖魚的首領 你呢,就負責啊,把我們這一隊的年輕人帶出去捕尖魚 希望你們能夠捕尖魚 捕入我們民生的監獄的倆 於是呢,這卡耶貴呢,他就和卡耶貴一起合作 編成了許多的獨木舟 又帶領了許多的年輕人 準備在第二天清早的時候啊 哎呀,要到這個海裡邊去捕尖魚 可是,卡耶貴,他雖然口頭上答應 可是,他手上沒有父親給他的那個彩色的魚鉤 他根本沒有信心可以捕到任何一隻尖魚 哎呀,他晚上根本沒有辦法睡著 第二天清晨的時候 卡耶貴呢,他就在屋外說 卡耶貴,讓我們出去捕魚吧 但是,我沒有我那個魚鉤的話 卡耶貴,他就在門外啊,就唱了一首歌 那歌詞呢,他的大意呢,就是這樣說的 那種說啊,那滑槳的聲音啊,在海裡打著 這漁夫家裡的欄杆呢,在家裡響著 唉,家裡呢,還躺著一隻螃蟹呢,在床上躺著 啊,這卡耶貴一聽 卡耶貴竟然把自己呢,比作了一隻螃蟹 就非常的生氣 於是呢,就說 我就是沒有我父親的魚鉤 我根本沒有辦法跟你們一起下海去捕尖魚嘛 卡耶貴看凱哈這樣子的困擾 也覺得是有稀強 於是,卡耶貴他突然想到 在他父親的釣鉤放著那種碗之外呢 還有一個地方呢,是放在他們的屋子 所搭乘的這稻草的閣樓裡邊 在閣樓裡邊啊,常常有卡耶貴的父親呢 所珍藏的一些魂魚的道具 他在裡面找著 他終於啊,找到了那一根釣鉤 那根釣鉤放在哪裡呢? 原本那根釣鉤啊 倒是在一隻很大的尖魚的胃裡邊找到 啊,這回啊,卡耶貴他找到了這個魚鉤啊 一看果然是彩色的 就想著這一定是卡耶貴他所遺落的魚鉤 卡耶貴看到了他喜出望外 立刻就把那彩色的魚鉤裝到了他的釣繩 又把那釣繩繩到了釣竿上 他們又把那獨木舟 兩個兩個排成了一列彼此細牢 於是呢,在那兩個獨木舟呢 並靠之下呢 又找了十二位身強體重的滑獎手 就在兩片滑起獎來 然後呢,那卡耶貴和卡耶貴呢 一人在前而擔任捕魚首領的卡耶貴 則在船後 他呢,就命令著所有的滑獎的人呢 就朝著海中央前進 欸,遠遠的呢 他們到了海的一個遠處的時候呢 他們就發現了 遠處有些地方有海鳥聚集 海鳥聚集的下邊呢 恰好就有那麼一些人啊 就在那邊呢,用獨木舟 用釣竿在那邊捕鱔魚的樣子 而附近那海坡的模樣 則看起來就像是有鱔魚在的樣子 於是呢,卡耶貴呢 他就很得意的說 欸,各位弟兄 讓我們開始來釣鱔魚吧 可是,卡耶貴這時卻說 慢著,我是這一次捕魚的首領 大家,此時請先稍安無招 讓我們再往前滑吧 卡耶貴就說 你在往前滑,就錯過了 尖魚的魚序啦 但是,卡耶貴還是堅持 他是這次捕魚的首領 於是,他還是叫人繼續往前滑 滑到了一個地方 根本就沒有尖魚了的時候 然後呢,大家就在納悶 這個地方要怎麼捕鱔魚才好呢 這個時候,卡耶貴就說 現在,讓我們把獨木舟轉向 船手朝著 只往島滑向前進 啊,這樣子的捕魚方法 卡耶貴活了這麼多年 從來沒有聽過 所有的滑江手也都沒有聽過 於是,大家就非常的疑惑 這樣子到底要怎麼捕到尖魚呢 於是,他們就開始滑 開始滑 誒,說也奇怪 當他們滑的時候啊 卡耶貴就說 現在,請你們全速往岸邊滑 不可以回頭 全速往岸邊滑 不可以回頭 當我們叫你 往船外跳出去的時候 所有的江手,請你們往船外跳出去 於是,所有的人一邊納悶一邊滑腳 一邊納悶一邊滑腳 可是啊,說也奇怪 他們一邊滑 一邊就聽到有大魚跳到船內的聲音 又聽到有大魚跳到船內的聲音 時時卡耶貴就大聲地呼喊 跳! 於是,所有的滑江手就往船外一跳 於是呢,那船呢 本身呢,立刻就裝滿了所有的尖魚 可是啊,裝滿了尖魚的船 太重,一下子就翻覆 所有的尖魚又游回到了大海裡邊 所有的江手又把獨木舟翻回了正面 所有的人又乘上了船 開寒,又說 現在你們再往岸邊滑 再往岸邊滑 可是呢,再往岸邊滑 這附近都有淺礁啊 欸,卡耶貴就說 開寒,這附近都是淺礁 只有小的尖魚能夠游過去 大的尖魚才不會游過淺礁呢 你這樣要我們怎麼補一些大的魚呢? 開寒,他還是堅持補 就是要這樣補魚 就是要這樣補那些尖魚的 於是呢,他們又立刻滑 用力的滑 直到他們的獨木舟 直接衝上了沙灘 而那時啊,所有的獎手往船外一跳 欸,此時啊,那整艘獨木船裡面 都裝滿了他們從未看過的 這麼巨大的尖魚 啊,這樣子的捕魚方法啊 哎呀,別說是附近的人了 就連歐湖島的那村長也從他的家裡面衝了出來 他說,從來沒有人有用這樣子的方法來捕尖魚的 而這個開寒 他竟然只是將那彩色的魚鉤握在手上 就補到了這麼些尖魚 而開寒,他就說 這些東西是我們的父親所交給我們的 於是開寒,他就把那些尖魚吼了開來 就說,今天晚上我們就用這些尖魚來招待一個人 請為我留兩條最大的尖魚 其中一條尖魚我要留給我的老母 另外一條尖魚我要留給我在海裡的父親 那時啊,我的父親的父親就這樣跟我說 而現在我也要跟您這樣說 當時,我的父親的父親就是這樣跟我說 好,在這個故事裡面 那當然這裡面呢,他並沒有直接的去講到說 這個人直接變成魚的部分 可是呢,我反而在很久以前在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會發現其實這件事情 一開始其實是蠻蜂蜂的喔 就是一開始他父親的這個虎蜂 掉到水裡面去中的東西一下就跑掉了 那對我來講,我在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其實那有點,那很像是 因為他父親的就在這海裡邊 戀成了監獄,游了回來 然後才會自動的跳到戇上來這樣 那其實這個是一部分我們在聽到說 今天對於當地的人來講 海水是死後的世界 而海水裡面的那些游動的魚 是死後的人靈魂 或者是他們的遺骸 這個是他們當地的一個 很特殊的文化現象 另外在上半場的最後 也會稍微的補充一下 事實上在Polynesia地區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故事 這個故事其實是來自於毛利人 其實夏威夷毛利人跟其他Polynesia地區 都有相似的故事 是Maui和他的妻子Hina的故事 Maui是毛利人的文化英雄 所謂的文化英雄是什麼 你們只要想到Hope 就是一個比較有名的 社爾下九哥太陽的那個 那這樣的文化英雄 他就是他造了紐西蘭的陸地 然後他也做了各種各樣的事情 然後他也跟老婆生了兩個孩子 可是有一天他老婆去河邊洗衣服的時候 然後就被另外一個叫做 被另外一個叫做 Tuna Rook 那Tuna Rook Tuna Loa 其實是住在水中的人 那他就趁機把他的老婆滷了過來 然後用他的那個 用他身上的那個 就是他把他擁抱住 然後用他身上的黏液 把這個女孩子包裹起來 然後他真的黏液 他就是從他的尾巴 就是散發出來的 然後把他包裹起來 然後準備想要就是跟他那個要那個相好 那當然這個妻子呢 就是也利用了這個尼的滑順 所以這個妻子呢 就乳液就從他的身體上滑開 然後逃回岸上 可是呢 那個每一次他妻子到 可是呢這個 Hina也很奇妙 Hina她到家裡面 然後他一開始他也沒有說 有遇到了這樣的事情 那是因為後來呢 這個Hina每一次到河邊 這個洗衣服呢 都會被他滷進去一次 然後呢 那滷到水裡面一次呢 久了之後呢 那當然就會發生 就是他就壞了這個 Tuna Loa他的小孩 那當然 於是他回到家之後 Hina後來呢 他回到了岸上回到家之後呢 貓姨看到了就非常的憤怒 就拿著他的這個 石斧 石頭斧呢 就是想要把這個 Tuna Loa呢 就是 看死 可是呢 Tuna Loa 他是水中的居民 所以呢 你在水中跟他作戰 是絕對不會贏的 因此呢 一開始呢 這個貓姨呢 他拿著石斧 在水中跟這個Tuna Loa 就是打鬥都沒有贏 就根本看不到他 於是呢 後來呢 這個Tuna Loa 他就 對不起 這個貓姨呢 他就走到了樹林裡邊 然後去找可以捕捉Tuna Loa的東西 然後 可是這個時候呢 Tuna Loa呢 他就跟他的這個 把這個Hina 捕到這個 捕到了水裡面 然後呢 一方面又將他的兩個小孩吃掉 一方面又在了Hina的肚子裡面 埋下他自己的小孩 那 貓姨呢 此時呢 他就用了樹林裡邊的東西呢 變出了所謂的Hinaki Hinaki呢 就是蠻犬 就是蠻犬 就是犬式之谷的 骨魚的魚龍 蠻犬 這蠻犬呢 就是很容易游進去 但是游不出來 然後 他就跟這個Tuna Loa就說呢 你看你就是很容易游進某那個 那個 很多東西呢 很容易游進去 但是這個東西呢 就再也游不出來了 於是呢 他就把這個Hinaki呢 搭載河川的中央 然後當Tuna Loa呢 他沉著洪水 要來攻擊這個貓姨的時候呢 他就被這個Hinaki呢 困在裡面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那個 被困在那個 貓姨人看見 他被困在裡面之後 就拿石斧 把整個Hinaki砍碎 然後這個時候呢 這個被砍碎的Tuna Loa呢 他的 一樣他的手指 他的枝端都變成了鯉 而 他的 動體 變成了海怪 然後 他的頭髮 跟他的頭 變成了椰子樹 而他 唯一能夠在人生上 被稱為一大的東西 變成了蠻蠻 那 這個是他們當時的一個 很有名的故事喔 在這個 紐西蘭的毛利人中間很有名 那 可以看到他一次變成了很多的東西喔 你可以發現 他們怎麼樣去分割人的身體 而覺得人的身體會變成各式各樣的東西 我們的椰子樹 海怪 然後 魚跟蠻魚 那當然 剛剛我們說的 人為一能成為一大的地方 是一個微丸的書房喔 那 因為蠻魚本身 他其實跟上一次 人變舌的內容很接近的話 他跟人的生殖的 這個 想像是很有關係喔 那 那 今天我們上班場就先講到這邊喔 那下班場我們也講到的是 人變昆蟲喔 應該說人變蠻魚 那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